美国大学校园毕业季即将到来 然而当前多所大学内挺巴勒斯坦示威如火如荼 哥伦比亚大学改为线上教学 警察也进入到耶鲁大学逮人 哈佛大学到26号前暂停对公众开放 《华盛顿邮报》指出 多所院校的学生加大示威程度 他们在校内搭帐篷露营 打乱校内的活动并冒着被捕的风险 让大学校园在学年的尾声一发的混乱 新一波的示威涵盖多所公私立大学校园 18号纽约市警局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校园 逮捕了100多名示威者后 包括波士顿大学 北卡罗拉州大学教堂山分校等多校发动声援 麻省理工学院 纽约大学及加州大学伯克里分校 都出现校内的扎营和示威 耶鲁大学校防表示 有47名学生今天早晨在校内拜尼克广场被警察逮捕 校方将给予包含停课等纪律处分 校方表示今天早上请警察逮人前 周末已经多番的肯谈 请监护人到场并警告学生有被捕的风险 华尔街日报指出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夏费克宣布 今天改为线上授课以降低对立 让各方有机会考虑下一步怎么做 美国总统拜登周末发表声明谈及 平传的校园骚乱 称近日屡见对犹太族群的骚扰和敌视呼声 并说这种明目张胆的反友主义既可耻又危险 绝不容存在于大学校园或国内的任何地方